接下来看看这条蛇呢 那么一口吃了这个鸟 但是呢虽然它的嘴巴没问题 看起来肚子确实太撑了 我们看到爬到鸟笼里 生吞了一只小鸟 结果整个肚子呢 鼓得像是拳头这么大 就卡在鸟笼里 怎么样都出不来 结果成了龙中蛇 鸟笼内抓的不是鸟 而是一条长150公分的蛇 而原本住在龙子里的小鸟 早就被这只蛇吞下肚 相望队员把捕蛇器扇进去 夹住蛇 蛇顽强的抵抗 相望队员费了好大功夫 才把蛇慢慢拉出来 只是令人纳闷的是 这只蛇怎么会卡在鸟笼里 原来凑彩梦饿坏了 钻进鸟笼细缝 一口气深吞了小鸟 结果肚子鼓得像拳头大 卡在笼子爬不出来 主人一大早到后院 喂三只小鸟 才发现其中一龙 鸟被蛇吃掉了 我要去喂鸟 喂鸟 喂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边如搞的那只鸟笼不见了 怎么盘在那个地方 让我去动一下 它就给我吐舌头 苍才没有痴太饱 肚子太胀 逃不出鸟笼 变成龙中蛇 只能乖乖地被消防队员活带 再塞进另一个属于它的铁笼 中文新闻 梁家文许重文 高雄报导 高雄报导